在学策成绩公布之后 马上就要展开申请入学的程序 而今天有社区高中校长表示 原本用意是想要缩短城乡差距的繁星计划 现在明星高中的学生也来抢名额 这对偏乡和社区高中的学生相当不利 所以他们呼吁应该要降低招生的门槛 并且减少甚至完全排除明星高中的名额 但是教育部回应 目前不会考虑这样的建议 台北市的华江高中 去年有二十一位学生因为繁星计划 得以进入一流国立大学就读 只是今年开始 繁星计划和学校推荐合并办理 有社区高中担心 门槛万一定得太高 对社区高中和偏乡的学生很不利 那通常在百分之一对社区高中来讲 如果要上台大七十几季分 通常是非常少的 过去繁星计划以高中在校成绩 作为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门槛 可是今年开始与推荐合并后 绝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国立大学 还是选择以学策作为筛选的 第一个依据 有社区高中校长担心 只会收到明星高中的学生 所以应该减少明星高中名额 但教育部和台湾大学表示不可能 因为这是公开性 所以我们不能排除特定的对象 但是社区高中也不用担心 因为大家都在同样的立足点竞争 台大强调今年开放繁星推荐的名额 共有227个比去年成长8% 昆虫系甚至完全不比学策 就是肯定这个政策 只不过问题是像某些消息 还是定出五颗都得顶标的门槛竞争激烈 所谓的弱势的高中的前面名次的学生 应该透过这个管道还是很有机会进来 不过最主要学生成绩可能还是要考好 繁星推荐的名额从去年的2039个大增 到今年的7600多个 但其中私立大学的名额 有将近4200个占了一半以上 对于社区高中的学生来说 强国力好辛苦 尽私力的意愿又不高 当初推繁星的美意恐怕大打折扣 介绍沈志明台北报道